这个冬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我们原本的生活节奏 疫情危急 却有一群人 义无反顾 铁然逆行 用他们的才华和生命 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 筑起一道防线 本周王牌迎来最特别的录制 本期节目 致敬时代王牌 献给最美的医护工作者 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 是没有观众的 但是有一百位 正在一线奋战的 医护工作者的家属 正在实时地收看着我们的录制 今晚我们致敬抗议 一线的医护工作者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王牌 让我们把快乐化作能量 用笑声传递信心 未会日夜奋战的白衣天使 曾在影视剧中 饰演医护工作者的几位演员 将与王牌家族一起 创造欢乐 独物人心 我是《惊魂游戏》的外科医生 胡斌 我是在《照爱的距离》里面 扮演外科医生李锐 我在《万物生长》里面 演了一个医学院的学生 白老师 我怎么办呢 好了 大家好 我是柳妍 十几年前呢 我曾是广东省某医院 心血管内科的一名 真的护士 真的 真的 真护士 难怪我觉得四个人里面 您穿这个衣服最合适 谢谢 冰哥这边 人家穿着白大褂 都是一副超模范 我让沸沸拿这个Vivo X30 5G手机 把你们这个录下来怎么样 跟我吗 你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行 天桥风云 我想买这件 想买它们一切 帅 穿在身上真的是太帅了 还有这个墨镜 还有这个画屏 接下来是 腾哥 这是谁的患者闯进来了 你是哪个壳的 我是外壳的 这是正面对决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啊 看眼神 看眼神 一个是外科主任 腾哥由于髋关节不好 骨科主任啊 怎么走着走着还跑偏了呢 你怎么不问我是哪个科呢 同时邀请到两位助阵嘉宾 高新高曙光 分别加入两队 您在哪个队 哪个队就有了曙光 曙光就在这儿 我自己下来起 这叫什么 自己打外卖 方向都是对的 您的外卖正在怎么做 鸭鸭鸭啦 听说一些波苗子 三鸡鸭鸭鸭 三鸡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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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我肯定是舍不他走的 但是祖国大家需要他 你们的爸爸是英雄 然后你后不后悔跟我结婚 我后悔没有少点认识 再次嫁给你 你愿意吗 很愿意 冬天总会过去 春天必将来临 让我们同心协力 早日打赢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拥抱鲜花盛开的季节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始 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拍得更远是实力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Vivo王牌时刻 本关的主题是 一语中递 这关叫一语中递 因为医生每天要接触 各种各样的病患 所以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了解病情 并且把这个状况 跟患者讲清楚 接下来要考验的 就是大家的沟通能力 来 让我们看一下规则介绍 队员站在指定装置的隔间内 根据给定的词语或片段 依次传递 最后一名队员 猜对字数多的队伍获胜 第一轮我们要传的是 方言的考题 方言 完了 我完了 第一轮参与的是 守护天使队 诚哥第一棒 杨迪三柳言五 那么二号位和四号位是谁呢 因为是方言题嘛 所以特别考虑到这个情况 请出两位朋友 加入到这个环节当中来 来 欢迎他们 帅哥美女组合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来 请到我身边来 两位好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唐希兰 目前是浙江理工大学硕生研究生 欢迎小唐 大家好 我叫穆莎 来自约旦 我是浙江大学少医夫医院 皮肤科硕士医生 人家是真正的守护天使 对 小唐是在杭州读大学 是的 那疫情期间你怎么读过的 都是在学校里吗 我们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浙江省的这个教育厅 和浙江理工大学的老师 他们帮我们解决很多 生活方面的问题 财购的问题 住宿的问题 我们都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谢他们 另外我们很多外国人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支持中国 我相信中国 乃至全世界都会战胜疫情 让我们在人海冲锋 说得好 谢谢小唐 谢谢 那我们今天这个方言版传声筒的题目呢 曲子 这次抗议期间 生动的防疫宣传口号 其实小牧的中文非常好 中文挺好 他至少可以把字的意思 传递到后面去 小牧二号位 对 好呀 那小唐就四号位 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请王牌先生的天号 把这轮的词拿给诚哥 看一下对照着学方便点 诚哥请看题 病毒无情 人检一万 人检一万 在上猪子 还有围来 要想活到九十九 别再街上下呼走 下呼走 要想活到九十九 别再街上下呼走 可以啊 闪动的 诚哥像唱起来了一样 可以来 来 三二一开始 病毒无情 病毒无情 他中文真的很棒 关键你用方言 他用自己的那个外国人的中国话 正好把这说成普通话 任见又哀 戴上口罩 才有未来 要是想获到99 别再借上夏副总 借上夏副总 可以了 记住了 再来 戴上口罩 才有未来 要是想获到99 别再借上夏副总 来 说 人间无碍 方言呢 方言在哪呢 这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吗 病毒无碍 病毒无碍 人间有碍 病毒无碍 人间有碍 没 不是 人间没碍 别瞎说 病毒无碍 才 才有未来 病毒无碍才有未来 人间有碍有吗 人间有碍 病毒无情 病 人间有碍 病毒无情 病毒无情 我教你还是你教我现在 我教你还是你教我现在 病毒无情 人间有碍 病毒无情 人间有碍才有未来 基本正确 就这样吧 好 好 好 杨迪 杨迪 方言啊 病毒 病毒无碍 再换地方了 都西北河 丙度无碍 人间有碍 丙度无碍 人间有碍 爱 是爱 不是奶 爱不是奶 丙度无碍 人间有碍 太有未来 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这么快 等一下 小唐你慢慢说 你能猜到是什么方言吗 你们俩能猜题吗 不要在这聊天了两个人 柳妍你再跟他聊一下 他就忘了 普通话 你说 病毒无碍 人间有碍 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戴口罩 病口罩 反正就是戴口罩 好 来 留言 我知道了 请说出答案 病毒无碍 人间有碍 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戴口罩 反正字对了很多 但肯定不是普通话 我先问问你 你听出来了 是哪个地方的方言 因为方言题吗 不是 小唐 小唐的口音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听出来的 不瞒你说真的 从那个小木开始 就已经逼着洋迪换自己的方言来 没有方言 小木这就直接普通话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以后教外国人的时候 我们不要直接上来教他们普通话 直接用山东话教他们 他们学过来的时候 翻译过来正好正好是普通话 真的 这个他们以后的这种 就叫自动方言翻译机 没错 可以为了 正好 累计队的字数 十三个 第二题王牌家族队 太厉害了 鹏哥 贾琳和小红 来 三位 我们好想帮他们站在中间 这一轮我们请出 另外的两位朋友 加入到游戏当中来 欢迎他们 哦 哦 换了两位朋友 换了换了 欢迎二位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呃 大家好 我叫Robert 我的中文的名字是苏赫 我是在波兰出生的 卢森堡长大的德国人 结婚了吗 结婚了 老婆是 杭州的 哎 压力很大是吧 这有什么压力大的 哎呦 腰球很高 哈哈哈哈 要求很高 中文可以 找本地媳妇呢 中文才差了 那不行 找不着这媳妇呢 啊 我去巴基斯坦人 哦 中国巴铁 啊 刚来中国巴铁 不是 巴铁 巴基斯坦人 巴铁 巴基斯坦的老铁 哦 我中国的马马虎虎虎 您 您 您这个可不叫马马虎虎 哈哈哈哈 来 谁在二号位 谁在四号位 巴基斯坦朋友在二号位 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哈哈哈哈 巴基斯坦朋友真的 在哪儿都一样 反正 好 那你就二号位 哎 什么是二号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来 耳机都不用戴 没事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耳机都戴好啊 啊 小童戴这个耳朵 感觉耳朵比脸都大 哎 很可爱耶 我们的这项装饰 你看贾玲儿那个 贾玲儿 贾玲儿 贾态的耳朵 哎 她听不见你说什么 哈哈 很可爱耶 啊 她真的没听到 来 请天昊 把这轮的题目 我拿给腾哥看一下 请看题 完了 没啥事别整一包 三吹六哨 给银河的卖单 拒一会儿闲船离根 竟说一些光明洋的 三七港的话 我听不懂 好传有 少巴西了 哎 这段 这段话传给一个南方人 都传不过去 你跟我解释一下 我们南方人 用普通话解释行吗 三吹六哨 就有点别吹嘘 好 耿着卖单 耿着发呆 卖单 卖单是发呆 第一 聚一块儿闲扯 这我都 我 离根 聚一块儿闲扯离根 这语气助词 没啥实际意义 嗯 这说一些包米羊子 啥玩儿 这包米羊子 我可都没听 我都没听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吧 挑战开始 哎 哈哈哈哈 一声叹息 哈哈哈哈 没啥事 没啥事 哈哈哈哈 别整一帮三吹六哨的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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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觉得就交仨字就够了 没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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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记住这个啊 最关键的就是这仨字 没啥事 毕竟一帮三吹六哨的人 别家吃吃吃家的 可能是卖单 可能被到了 可能被到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表情都学到位了 哈哈哈哈 这一块儿 闲扯离根 一块儿 三个儿没开门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说一些包米羊子 三七嘎啦话 这下一关 这下北海湾的 哈哈哈哈 完全乱飞 少船友 少巴架 少巴架 就吃掉 就巴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说一些包米羊子 三七嘎啦 三七嘎啦嘎 没啥事 三七嘎啦嘎 三七嘎啦嘎 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么久 开始传递 三七嘎啦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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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快乐啦 神奇快乐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 最关键的就是这啥字 没啥事 啥字 啥字 比前了 赢钱了 哈哈 比起来了 并且了 并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仔细回忆一下 哎呀我的健康 哈哈 全齐快乐了 哈哈哈哈 哎 比起来了 比起来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感觉好像刚刚被车撞着了 哈哈 有没有一个字是对的 有两个字对了 好多是对的 你向后传递啊 去吧去吧 抱歉了对不起了啊 ok let's go let's go 哦他中文很好 中文很好也没用啊 哦 学期快乐了 学期快乐了 比啾 比啾 这是哪里的发音 这是法语吗 哈哈 比啾快乐了 比啾快乐了 好 生气快乐了 比啾快乐了 ok ok 好最后一棒 生气快乐了 两个话 生气快乐了 比啾快乐了 什么 没事就随便吧 生气快乐了 生气快乐了 比啾快乐了 鼎 比啾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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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告诉我了 小童小童在第二第二趴的时候 已经全部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啊 我放个水 直接由第二棒向你传递 哈哈哈哈 我同意 我同意我同意 太精彩了真的 比啾快乐了 啊 比啾快乐了 比啾快乐了 怎么样 一样传得很 神奇快乐了呢 哈哈哈哈 神奇快乐了 哈哈哈哈 这感觉每剧都快乐了 每剧都快乐了 哈哈 哎 我感觉刚刚听她说是什么 生机快来了 是什么这种 生机快来了 病毒快过去了 病毒快 你还能从这些词里面总结出这样的字 你也真的是太厉害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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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 我这么跟你说吧 一个字连发音都没有 哈哈哈哈 随便说吧 那个 要戴口罩 勤洗手 哈哈哈哈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嗯 一个字没对反正 嗯 那到底是什么呀 没啥事 别整一帮三吹六寿的人 给他卖字 哈哈哈哈 哎呦 哲我们有哲对的 没有 哲我说了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嗯 哎哎哎那 那不能瞎算哲啊 我们四个字啊 哈哈哈哈 给他们一个哲吧 给一个哲 给一个哲 关键这套词也也也张文凡 连个哲都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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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只想问一下 还是不是这两位外国友人 还是 肯定是 来吧 你怎么这么自信呢 哈哈 怕什么 我们要把他放在第四位 至少是第四才垮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是杨迪兵哥和高欣啊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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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第一个呗 我花钱请他离开 哈哈哈哈 杨迪第一个 你到第二个吧 OK 我组第二个 好吧 你就少点字 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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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把他放到第四个 会不会好一点 杨迪请戴上耳机 来听号来我们看看这轮的题 没视频是吧 有有有 哦 哦 很难吗 四川话 你别太多理语就好 不是我自己创作 是他 这么少 嗯 那你你尽量挑他们能听得懂的 我们只要有两个字对了就赢了 嗯 我们看一下杨迪面临的这个方言来 请看 哦 哦 我讲 你都清楚没有 全现功能力最烦的东西 哎 这个好 这就三个字 这算一个好吗 这算一个好吗 结果我都在摸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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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你说算不算 我就传 对 不算不算 这语气助词 哦 这一个字都不算 语气助词不算 一个字都不算 是不是特别后悔放了那个得 现在在一个字上给我扣呢 哈哈哈 可以了吗 杨迪 杨迪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传递开始 麻将 麻将 麻将弄清楚没有 全世界工人最烦的东西 全世界工人最烦的东西 哇 一步一步告诉我 一步一步告诉我 哈哈哈哈 麻将什么 麻将 麻将 弄清楚没有 麻将弄清楚没有 全世界工人的最烦的东西 全世界工人的最烦的东西 啊 ok ok 再来一次 再一次 等等 全世界 全世界工人的最烦的东西 最烦的东西 来 最烦的东西 你来一遍 麻将 全世界最烦的东西 一锅 一锅二锅都在摸 一锅二锅都在摸 摸了又在身上抠 摸了又在嘴巴头添 口了又在嘴巴头添 口了又在嘴巴头添 添了又往鼻子透酥 透酥 添了又往鼻子透酥 你说烦不烦 你说烦不烦 烦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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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烦不烦就可以了 你说烦不烦 麻将鼻子嘴巴口酥 哈哈 就这些口 又放眼啊 又放眼啊 哦 哦 慢点 慢点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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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点 慢点 麻将 麻将 哎 一锅清楚 全世界 全世界 最烦 最烦 打麻将 对对对 麻将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一个 二个 三个 一个 二个 三个 一个 二个 三个 对对对对 以后就嘴巴贴了 嘴巴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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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这个 就是嘴巴贴了 嘴巴贴了 等等 放在鼻子里 放进鼻子里 放进鼻子里 你应该是就 麻将 麻将 一个 两个 三个 全世界 最讨厌打麻将 对 那可以 可以 关键的一棒来了 哈哈 关键的一棒来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我这个会 全世界 全天天 全世界 全世界 太英文了 全世界 全世界 讨厌打麻将 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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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打麻将 讨厌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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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好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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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 状态都不一样了 一个 两个 四个 三个 什么 哈哈 一个 两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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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没了 没了 可以了 千千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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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位来自巴基斯兰的朋友在乱编 哈哈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两个 三个 天全亮了 哈哈 天全亮了 我的天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天全亮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哈哈 时间到了啊 这是什么 高兴哥 你猜一下 猜一下是个什么事 哈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很多个 天都亮了 然后我们重 就重复一样吧 请洗手 带口证 不要说 可以了 无所谓了 已经比得多了 很多个 哈哈 就对三个字吧 但问题是二和个 但问题是二和个 天都亮了是这么个字 经常有人打通宵麻将嘛 哈哈 哈哈 这打麻将在疫情期间是很不卫生的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 好 我们这一轮是我们的守护天使队 火烧 叶威威 谢谢两位的参与啊 谢谢两位的参与啊 谢谢两位的参与 居然仨是火烧眼 哈哈 接下来是圆辅导在线教育 答题时间 用肢体传递词语 哦 可以发出一些拟音的状态 但不能说话 来 王牌家族五个人 不要在意输赢 真是的 王牌家族真的很不在意输赢 因为如果硬要在意的话 怎么待得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 来 我们请菲菲把这一轮 腾哥传递的题目拿过来看看 哈哈 啥词啊 哎呀 这 这咋是结果呀 这 这咋是结果呀 哎 我们看看 给 给我们的云观众也看一下 有点难 这 这很专业 就算你们能对出两个字 也已经是对上一次的超越了 哎 抱掩啊 越是这样 越能够考验王牌家族的实力 王牌家族的什么 王牌家族的听力 对了吧 太哥 挑战 开始 手机 骑金车 脚踏车 哎 完美呈现 这段表演是可以的 不 这是个歌名还是啥 哈哈 都不能给你提示 五个字 骑车 下车 搬运工啊 快递员 哎 外卖 好 向下传递 看你接收到了什么信息 如果实在找不出来信息 就把刚才的重演一下 怎么做呢 才这会儿就改摩托了 哈哈哈哈 便宜还是自行节奏 哈哈哈哈 哼 哼 哼 他还演的蛮好的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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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史文老师真的知道是谁 他知道还直观演 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这么多 他们每一次的东西都会增多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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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吗 是我理解的那个吗 是那个吗 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快快快地 不能用语言 不能用语言 五个字呢 他都看了理解的了 五个字 好 下 没开始 抱歉 骑 骑上 自行车放下 拿东西回来 打电话 你下来快递 五个字 骑自行车拿快递 五个字反正是透给你的吧 下来取快递 接近 很接近 很像 很接近 尤其现在的特殊情况下 对 的快递 特殊情况下 午夜帮着给拿快递 九个字呢 洗手拿外卖 洗手 洗手 自取外卖 有点这意思 自取外卖 还有点意思 自己拿外卖 越说越接近了 外卖俩字总对吧 没有 其实这个方向都是对的 外卖都只是个方向 有对的吗 没有 我这样我解释一下 餐只送到大门口 然后我给你打个电话 你自己下来取 就这个意思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叫 这叫 这叫取外卖 这叫 这叫什么 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写成一篇报道 你会怎么写 新闻书 对面的新闻书 专业的写出来 专业 我是 我是 顾客 对 骑手小哥 就像保护我们城市的骑士 五个事形容 请自取外卖 顾客自取外卖 不 我今天过不去了 不是 我问一下 我翻译的有一个问题吗 你看啊 骑自行车 然后到楼下 把外卖给你拿到这里来 然后打电话 叫你下来取外卖 没问题 全对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叫什么 它是用五个字表达的 这个事件叫 点餐 打电话 点外卖啊 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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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好 没事没事 不是 我问一下在场的 你都知道了 我刚刚是问出来的 他们问了 我再给你比会一遍 比会一遍 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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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戴口罩 棋手搬运 棋手不 不触碰 不触碰 这是对的 不触碰 方向对 有了 说出来 就要做事 面对面 不触碰 去外卖 去个屁的吧 哈哈哈 无 无 无接触 哎 哎 哎呦 这是什么呢 就剩俩字了 就剩俩字 无接触外卖 哈哈哈 过不去了 不要外卖 专业一点 专业一点 你好 您的外卖正在怎么装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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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装 快递装 哈哈哈 无接触送打 啊 差一个 快了 一个字 还差一个 快了 无接触 无接触到达 不是 刚才答了一个字 无接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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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快递正在 拍送中 差不多 对了一个字 对了一个字 配 配送 哈哈哈 你还行呢 你没说配配 哈哈哈 哈哈哈 无接触配配 哈哈哈 无接触配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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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赖紧不赖紧 这个太难了 真的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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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牌第一次那么多人 逼着一个人说答案 哈哈哈 猜出来了 哈哈哈 太难了 这样 导演组我们把那个中间 那个过程剪掉 直接到最后无接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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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导演组来统计一下 这一整轮 双方最终的这个比分情况 好不好 怎么还有 还有悬念啊 哈哈哈 那我就直接宣布了 我们的守护天使队本轮获胜 哈哈哈 在这一轮的一语中地里面获胜的是我们的这个守护天使队啊 所以他们在这一轮呢拥有了抽取王牌信愿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请菲菲把我们的王牌信箱拿到台上来 有缘抽 这么抽 许愿人叫小丹 我丈夫叫王长亮 2月12号 他作为浙江省首批原厄医疗队重症救护团队专家之一赶往一线 这一个月里他背负着使命 昼夜作战 我和两个儿子很是心疼 所以一起做了爸爸模样的剪贴画 帮他一层一层的将防护服脱下 这是我的爸爸 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我给你脱袋衣服看看 我给他的口罩 护手衣 手衣 手衣 护手衣 那就是我的爸爸 这是一个特别暖心的视频 这么可爱的孩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心愿 想在我们这个王牌对王牌里面实现呢 我们马上就来联系一下小丹和可爱的孩子 小丹你好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沃隆达 今天19岁 大家好 我是沃隆达 你7岁 你什么7岁 你今天5岁吗 我不是6岁吗 想长大点 大家好 我是小丹 我是这家省中医院病理科的细胞学医 那我也是这两个神兽的妈妈 然后我们平时就是看王牌和王牌节目的 超级喜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喜欢我们 你们怎么就想到做这个沾贴画了呢 我们想妈妈了 对 我老公有空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 他说他平时工作的时候会穿一些什么衣服 然后孩子们对爸爸发过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然后孩子们都想到了给爸爸这样一层一层的做一件衣服 然后让他可以穿上盔甲 可以让他更好的保护自己 打败病毒 打败怪兽 那您知道您先生要去一线抗疫的时候 您作为他的爱人 当时自己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他是我的老公 然后又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他是家里的顶娘柱 我肯定是舍不他走的 但是祖国大家需要他 只有大家好了 小家才会好 所以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 我告诉儿子 爸爸是英雄 我爸爸是勇敢的战士 你们的爸爸是英雄 爸爸是英雄 问问两位小朋友 想爸爸吗 爸爸啥时候能给我抠耳朵 给你抠耳朵 平时都是爸爸给你掏耳朵是吧 妈妈抠得不好是吗 妈妈抠得疼 今天早上早上他还跟我讲 他说你给我抠口耳朵 然后我就给他抠了一下 他说你不行 你没有爸爸手艺好 所以他就一打电话 就跟爸爸说 他说爸爸我的耳朵还没有抠到 你给我抠一下吧 就这样的 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吗 两个可爱的小神兽 我们想你了 我们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因为王长亮医生他是在一线嘛 但其实爸爸一直在看你们 你们知道吗 爸爸在看我 他今天有来吗 不会吗 不会的 因为王大夫今天刚好轮休 然后我们节目组联系了 特意一直让他在这个视频端前 看孩子多开心 来 王长亮大夫 你看王大夫 你好 在这儿 在这儿 王长亮医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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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们 王大夫啊 刚才孩子想你了 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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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孩子做的那个粘贴画的尸体了吧 应该 看到了 刚开始第一次看到粘贴画的时候 把一层一层的衣服脱下来 我最怕的就是把最后的这个 我们也很怕 我们大家的担心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只是我们没有好意思 诶 别错了 可以了 给我吓坏了 后面呢 想想就特别暖心 现在孩子发现他们懂事了 能用自己的心去表达 对我的思念 对我的爱 其实我挺感动的 那天晚上 兴奋的好长时间都没睡 一直感觉好像眼泪在眼圈的 我想对孩子们说 爸爸不在家 你们两个就是家里的男子汉 家里面有什么事情 要拜托你们了 帮你们两个天天好好学习 等以后长大了 不论学什么专业 但是一定要对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 一定要注意身体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嗯 一定一定的 有什么想对您太太说的吗 嗯 这次出远门这么长时间 可能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让你担心了 你们全家都交给你了吗 你辛苦了啊 老婆 你更辛苦 你更辛苦 还好 还好 你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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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宝宝们有什么心愿可以提出来 现在 我的是小银姐姐和沈桃叔叔一起 说什么 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说得对 宝宝 恰了备份 他们都胖虎虎肉嘟嘟的 哈哈哈 小刘我特别喜欢你了 点我了 点我了 翻牌子了 翻牌子了 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她回来跟我说 孩子们说 我说我慢慢看你小刘了 哈哈哈 我刚注意到你老公也有两个小酒窝 哎 喂 你要说我刚才注意到你老公也很喜欢我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老公他平时上班 嗯 也挺忙的嘛 他每天白天夜班都在倒班 我想请王牌家族 漂亮的哥哥姐姐们 帮我们做一个 嗯 定制的 凯琳 让他每天都元气满满 没问题 好 现场就直接录下来好不好 可以可以 凯琳姐姐多录几句 多录几句好 好 那我就是 那我 一共这彩练没有那么长啊 哈哈哈 胖乎乎肉肚肚的亮亮起床了 嗯 你的宝贝儿子提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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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宝贝儿子提提提和嘻嘻 还有你最美丽的老婆小丹正在呼唤你 快起床 快起床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贾琳和腾哥录的一个版本啊 咱们咱们这边派两个谁来自创一个版本 给王大夫录一个接电话的啊 亲爱的王大夫录 接电话咯 电话咯 电话了一个来自耶 温暖的加油 接电话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很好 谢谢 谢谢太感谢了 小丹医生你好 王朝阳医生你们好 你好 我知道你现在在抗疫一线一定每天都睡不好 因为压力很大 所以我想录一段特别温柔的铃声把你唤醒 哦 知道你很辛苦 只许赖床五分钟哦 哎呀 哎呀我这个我这个 不是因为我自己闹铃我受不了那种 亲爱的王大夫录 亲爱的王大夫录 你可以走了 你这个只能做铃声你不能做闹铃 我觉得小丹有可能只让大夫用那个羊笔和我这版的 都用我快点用 我也想听一个你那个版本比较松软的 好了啊 闹铃不停我不停 我是你们的小贾铃 晚上不睡背得不起 你是堕落的小baby 快起床快起床 不然我躺在你身旁 早睡早起会变美 好好听话你个死鬼 哈哈哈哈吧 哈哈哈 我想起玩了 嘞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塞板 我的塞板丢了 我的塞板不好掉这里丢了 她塞板 塞版在你 塞版来给你 我的舌參 遥曼 塞板 这就是你的铃声 你是靠吓的是吧 每天换一个 每天换一个 一定要平安 一定要平安 平安未来 谢谢王大夫 我们能做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只是希望就是大家觉得 就是我们这个期间 还能送一些欢乐给大家 就让大家的心情更复杂一些 这个是被视为审邓输输入之后 就只能专家的话了 因为大家的心情很复杂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小的方式方法 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我们怎么过呀 包括说每个人 其实在家里做什么 能跟大家分享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 我在家跟我儿子嘛 就互相又认识 重新认识了一遍 我俩都是互相不认识的 这个疫情开始稍微严重一点 我妈也不出门了 我给送点菜去吧 我妈说 哎呀我们儿子 不用不用不用 我啥也不去啊 我就怕我感染他 完了之后 我给他弄了点菜 给他送去 我按那个 他那个门禁 说谁呀 我说我 开门 完了你看 跟我大姨说 你看他来了 完了我大姨说 哎呀哇 他还真来了 俩人这聊天 谁也没让我进去 谁也没开那门进 我说妈你给我开门 开门我给你放门口 我不进去行吗 完了 开门 他在屋里 我在门外 聊了两句 真不让进去 不接触 不接触 配送 我发现这次病情 我们真的是连那个 老年人意识都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好 信息的公开啊 宣传的一些到位 让大家这个弦都崩起来了 我觉得除了和大家一样 每天关注疫情的变化 心情会有所不同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挺享受 跟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家里人超级多 有六个人 然后就每天感受 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这种好 而且我妈也没有催婚 也没有进行那些难堪的话题 这种时候再催婚也不好吧 特殊期间 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 今年我们就是 大家全家人 一家六口衣服 鞋会共穿 然后我妈更自觉 她直接把我的礼服 蓝腰截断 变成半截裙 真的她剪了好几件 她说反正你也不穿了 你就给我穿 断舍离 断舍离 然后我穿我妈那个 碎花的那个棉绸裤 你也开始穿 特别舒服 然后我还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就说你好接地气 觉得你的鞋 怎么这么土什么的 我说其实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 我们就是在活生生 在生活的人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状态 这跟时不时尚 或者接不接地气 没有任何的关系 像我们这样就是 确实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到前线去 但是我们特别响应 国家的号召 好好地宅在家里面 其实也是对 抗疫工作做出最大的贡献 我觉得 对 高新还不光宅在家里 他对 他还去做口罩是吧 有 因为我家里的口罩是 之前因为上海有那个流感 我原来有一盒口罩 但是给神兽 基本上全都用光了 所以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家的口罩真的不多 看到一个朋友 发了个朋友圈 说他在参加 做口罩的座义工 我就觉得这事挺好的 然后就去参加了 还挺娴熟 我还以为 因为你颤能还得下来 这还真够娴熟的 但是一直要重复一样的动作 你那天干了多久 做口罩 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半 因为他只需要 重复一个动作 但你重复一个动作 八个半小时 累死了 八分钟胳膊都僵了 你那天做了多少口罩 据他们统计是四万两千个 当你戴上口罩 是没有任何身份的区别的 只是说默默地在那儿 去把这个工作去完成 谢谢高兴和他身边的 这群朋友们 小童叔叔都干什么 就这时间准备了 那个毕业论文 写论文 我必须要收集一些 实际的案例 我想从身边的人 入手 就问李儿姐在线打游戏吗 然后贾李儿姐 再上线吧 然后我问那个论文 怎么着能不能帮忙我 结果我在群里发完这个消息之后 没人理 有理 没回我 我回了呀 你回了啥 问堂哥 我把哥揪出来了 不是不理 是都拒绝 不是论文的东西 不敢瞎参与 就结果就是都拒绝了 小童天在群里喊 姐玩游戏吗 玩那个打枪的游戏 教我半天说怎么下载 好不容易弄会了 我可开心了跑到群里面说 我弄好了 要不要玩 要不要玩 然后小童论文去了 李儿姐说 那弟弟你来吧 我带你 然后在哪儿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李儿姐 玩了一把 那个飞机一落地 我就落地成河 我就死了 问题就是我玩完之后 李儿姐就直接 我就把他屏蔽了 跟我说 我先去跟我队友先玩我 你先找个那个男的 哪儿练一练 没有 我跟他 再也没理过我了 好 嘉玲 说说宅在家里干什么 通过我的身材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 在疫情期间 累死了个厨子 我跟我表弟 在家里待了一个月 我表弟是厨师 天天变着花样的做饭 比在饭店的时候还累呢 我今天 看到他俩的身材 我都越来越生气了 你知道吗 他俩又瘦了 最后的救命稻草 就是腾哥了 我推开腾车 休息室的门的一刹那 哥 你是爱我的 你有你陪着我 现在其实在家的小朋友 没有很多 大家会觉得我身材很好 所以大家都叫我在云在线 教他们做运动 正好在这个休息的期间 可以让自己像一个汽车 进入那个维修厂一样 大修一下 等到疫情过去了以后 开上路 这个车是好好的车 动力十足的车 这样子 我第一次听到人夸自己 夸这么自然之后 听着还挺舒服的 我身材那么好 我身材那么好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王牌先生天昊 把我们的王牌信箱拿上来 到抽心愿环节 天昊帮我们抽一个 许愿人 蒋叶南 浙江援助武汉医疗队护士 今年二月十九日 我和我的战友们 一起出发 持援武汉 援助通知一下达 我便立刻请命参加 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是不畏一切的勇气 相信 我们一定会迎来春暖花开 如果你看穿着防护服的叶南 你是没有办法和他生活中的状态 去联系起来的 又好 又好 你今天不上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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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难得休息 之前工作多少天了 差不多来这边 已经半个多月了 你现在是在医院里 还是在就是住的地方 因为我看你戴着这个工作的帽子 对 因为之前的头发剪掉了 为了工作方便一点 所以就会剪掉 然后太乱了扎不上去 然后我就选择戴了个帽子 这样很好看 在最爱美的年纪里做出这样的决定 非常让人尊重 真的真的 谢谢你 你在那边你爸妈担心吗 爸妈的话 因为到时我抱的时候没有通知过他们 偷偷去的 肯定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是听了我的想法 然后他们是支持我的 虽然心里面非常的担心 他们基本上天天都会给我发消息 然后视频 然后问我就是 就是工作啊 辛不辛苦啊 有没有吃饱饭啊 衣服有没有穿暖 就整个就是 其实特别特别想他们 然后特别希望一起能够早点结束 想早点回家去陪他们 你当时是自己主动要求上一线 对不对 对 是的 因为像03年 对典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小 在前线保护我们的都是一些60后 70后 80后 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是一群小孩子 就是整天上学 想着放学啊 去玩 我们的一些前辈吧 在那边 争奋夺秒的在那边救人 然后12年后 我们当年的一群叹蜜的 然后可能并不是特别看好的 一群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 然后就是也已经渐渐地能够成为 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支柱了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自豪 非常开心 好棒 好棒 非常棒 非常棒 谢谢你们 所以现在你真的可以看到 90后 95后 00后 越来越多的 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已经渐渐地成为了 国家的伎俩 关键时刻是拉得出的 是顶得上的 对 你今天在节目当中 有什么心愿想要实现的吗 因为我特别喜欢花花 然后就是 花花总不能为我唱一首歌 只为你唱对不对 对 好 没问题啊 我唱一首 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黄昏的天空 你唱上歌 也在锁儿 你唱歌 ¿ vale glassal 我唱歌 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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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 你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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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还很远 太多话没兑现 我知道你很纠结 但总要学着自我可见 因为你必须相信 不要再怀疑或是留下遗憾 也算经历了小溪潮落 天气会在裂缝中结果 希望惊喜能够在裂缝中结果 谢谢花花 好 你看到心里的歌声超开心 谢谢花花 我觉得唱歌时候的花花 真的特别特别帅 平时一般啊 你这补刀补呢 给请把我们王牌现场的这份挚意 带给你身边的同事们 战友们 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好吗 加油 谢谢月亮 谢谢月亮 加油 刚才是花花为90后的同龄人 送的一首歌 接下来呢 她也专门为前线抗议的 所有医护人员和家属们 准备了一首水手 好 她说风雨中这点痛 算数了我 她说风雨中这点痛 算数了 酷色的笑吹通脸庞的感觉 都很吵了 想吵了最后 你轻轻被描寄etically 我恨不惊激 我恨不惊激 年少的我 喜欢一个人在海边 成情的温液 这跳舞在身上 总是一副 若不清风 闹中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 总是听见谁说说 她说风雨中 这点都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都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问为什么 总是靠一点 忠敬的马嘴 才能够睡去 才半睡半醒 只要放弃 听听随手说 假说风雨中 这点总算什么 擦干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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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不想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都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问 假说风雨中 这点总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都算什么 擦干泪 不想问 为什么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 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 从未认识过的这个义务工作人员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 你最赶出身的那个时刻 我是看到一对夫妻在电梯口遇到了 大家都戴着穿着防护服 谁没认出来 对 戴着面罩 背后写着名字 那他俩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 你俩人比一块儿 后来认出来俩人拥抱一下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 他们是不是眼泪都不能流 因为我记得好多护士都提过 说不能流眼泪 护目镜会花 我就觉得当时 对 那克他们的身份其实很复杂 又是夫妻 又是同事 但又是战友 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的 我特别喜欢那一段 就是一个唱歌唱得挺好的 一个小伙子在阳台上唱歌那个 今天火了之后 第二天这个官方就是提议 就是不建议这样 这样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虽然有风险存在 但那种精神 用快乐来解读一切复杂的情绪 我觉得那个反而给我冲击力更大 真的有人回应他 有人回应 关先生 我们中国人是厉害 就是可爱的同时 传递欢乐的同时 其实也能够感觉到一种 特别特别温暖的力量 我看到有一个视频 当时就是监控给拍下来的 那个视频真的我没法看了 就是一个小孩 可能是他哥哥载他在马路上 让他要回家 他看见旁边有一个拾荒者 他就给那个拾荒者水平 然后给完之后 他好像又发现什么事情 赶紧就回去 拿他哥哥兜里掏东西 就掏出来一大包口罩 然后他从里面抽出一张 然后又去给拾荒者 把那个口罩戴上去 小朋友的那种爱心 和那种天真的感觉 真的非常印象深刻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是义无反顾的 这个是很感觉 你最近真的太像一个老太太了 腾哥 因为你能想象 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是的 他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他是在我们国家 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 是如此心智健全 健康地成长 而且勇于奉献 真的感到非常地开心 骄傲 腾哥其实也是 男人有泪不清谈的 这两年膝下有黄金 还是谈 天天谈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这个感人的故事 太多太多了 就是山东医科大学 骑路院的一个李浩医生 其实他的父亲是知道 他去了武汉第一县区的 父亲呢 怕打扰他 不想问他 结果有一次在一张报纸上 看到一张照片 戴着护目镜坐那 累得不行了 老父亲看到这照片 不敢相信 说说说 这 这是 老婆真是我们家儿子吧 老太太看了 又像又不像 老父亲俩实在忍不住了 就说 还是给儿子也写封信去吧 后来这个父亲 就给他写了一封家书 他就说李浩啊 我们前一阵子 看到一张照片 我们其实挺挂念你的 其实我们 特想跟你联系 可是爸 影响你的工作 打乱你的思想 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你好好的在那工作 你一切好了 我们就斗好了 不拍的 平凡的英雄 嗯 你一只看 没事 这 来散 来 来 来 哎呦 画画也是湖北人啊 对 你疫情期间还写了写了歌 专门送给在一线的人 我最感动其实是我 有一次看了一个 武汉的一个宣传片 叫《武汉被按上了暂停键》 不吵 世卫组织正努力为主 不堵车 晚上七点 像凌晨三点 武汉 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热闹被病毒藏起来了 每个人 和每个人 都隔开很远 还有多久才能脱下口罩 面对面问一声 骑了吗 其实我居住在武汉 居住了八年 基本上当时这个视频里面 出现的每一个地标 我基本都有去过 武汉人是非常热情的 而且很豪爽 就是骑了吗 对对对 然后经常堵车 可是武汉虽然很堵 但是武汉又有很美的櫻花 五大的櫻花 就是每年一到春天四五月的时候 櫻花一盛开 大家全部都拥到武汉大学去看櫻花 那时候你也会抱怨 虽然櫻花很美 可是人很多很多很多 你也会觉得 什么时候能少一点人啊 但突然我有一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武汉有一天变成了一个空城 你马路上没有在堵的车了 路边也没有什么行人 没有人去说 你骑了吗 骑着干眠 就是说去那个 没有那些火冒三丈的人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让我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看完这个视频 我就写了那首歌 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完这首歌 能够相信明天是会非常美好 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你们 马上就到四月份了 武汉大的櫻花又要开了 我就很希望那个时候 如果再去看櫻花的时候 我真的太希望武大是人山人海的去看 那一刻我绝对不会再去抱怨说 怎么这么多人都来吧 都来武汉 都来武汉大学看櫻花吧 我就真的好希望大家都来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而且到时候将来 大家肯定会是逛三遍汉街 吃六碗热干面 登九次黄鹤楼 看十一次武大櫻花 咱们武汉这次挺过去以后 武汉的经济 我不知道这叫GDP 一定会飞速发展 我们都会去旅游 武汉这座城市 一直是英雄的城市 谢谢每个武汉人民 在这个疫情当中 所做出的贡献 在整个疫情期间 在数据显示 就是这一次 驰援武汉的医疗人员 是达到了4.2万人 百分之六十八是护士 而护士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因为我曾经做过护士 我知道在跟病人相处 过程当中时间最久 最密切的就是护士 他除了要遵医主 每天进行各种医疗的治疗之外 他要换床单 他要帮病人换衣服 他要帮病人吸痰 测N次体温 要观察到他的生命体征 甚至就是他的排泄物 他每天尿了多少 有任何细微的变化 所有的东西都要处理 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视频 让大家看到的就是 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 最真实的医患关系 是这样的 好不好 好 好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 我 你看到你都会 不不不我们已经好了 这是一个76岁的刘爷爷 他马上要康复出院了 然后他就会在病床守护 每天都来跟他打招呼 照顾他的护士 所以你看到这个年轻的小 会说蹦蹦跳跳的 在防护府里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猜 我怎么都没想到 他会说出小可爱 这三个字的答案 你就知道 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 通过 没有 我俩是 可能那点有点那啥 主要我这个是第一次看 因为其实很多的视频 都让我们很感触 但是我会格外关注 是在抗疫一线的 这些工作人员 接下来分享这个视频 也是一名护士的 他也是在这段时间 一直在救助这些 新冠病患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幸感染了病毒 这个护士他名字叫做李婷 他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叫做石头 所以大家亲切地 成他石头妈妈 而石头爸爸呢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这段时间他用镜头 记录下了自己的妻子 治疗的整个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叫海棠 我老婆是一名医院急诊科的护士 她叫李婷 我们现在在武汉 今天是我老婆感染的第六天 早上起来的时候 稍吹了一点 但是中午的时候 又烧起来了 我吃了 没事了 我就在里头 我都出去了 我有一个一个 我有一个 你高兴 你不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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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出来了 我觉得我的身体太大了 我觉得身体太大了 我走了 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呀 你会不会就不做饭了呀 我不做饭 那我吃什么呀 我肯定做饭了 然后你后不后悔跟我结婚 我后悔 我一点都不后悔 你后悔 我不后悔 我一点都不后悔 真的 我很幸福 你后悔 我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 你现在做好 我听妈妈说句话 妈妈现在要睡觉了 因为医院里面要关灯了 但是 妈妈和爸爸跟你说拜拜 以后不准哭 听到没有 如果你没有哭的话 妈妈决定带你去逛两次超市 好不好 妈妈给你点个赞 爸爸给你点赞 逛我 现在我其实害怕的儿子视频 他现在也许还不太明白外面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但是将来我希望他能通过这个视频知道 那些爷爷奶奶 俱逐阿姨 还有爸爸妈妈 都在用生命保护着他们这一带 晚上和老婆聊天的时候 她说全身好疼 快没有信心了 我很难过 可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鼓励她 虽然这个病毒很顽强 可还是有那么多人都看过 要有信心 要坚持住 再次嫁给你 好 你愿意吗 很愿意 我也愿意 我们现在得到最新的消息是李婷呢 她最近一次的核酸测试的结果是疑似阳性 其实在李婷在家里隔离的那段时间 她的病情一直在反复 所以情绪极其的不稳定和脆弱 而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是 丈夫悉心的照料 而且冒着最高感染的风险率 不离不弃地守护在她身边 这个环节 这种纸包的已经跟不上了 以前的感动的环节还都坐着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都 鼻涕什么的都擦桌子上 没地儿子 我们现在可以连线到李婷的丈夫 石头爸爸 我们可以来问问她李婷现在最新的情况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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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你好 李婷现在状况怎么样 她现在就是她最近的一次核酸的检测 结果是那个仪式 然后今天又重新做了一次核酸的检测 然后明天应该能出结果 但是她这两天精神状态还可以 瘦了 但气色挺好的 对 问问海棠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你们还有宝宝 宝宝也得有人管着陪着 你是就怎么会选择我把防护服穿上 我把护目镜戴上 我把录影机拿起来 我走进太太的房间 我去记录她的点点滴滴 这个其实我最开始 不是记录她这个感染的这个过程 我最开始其实当时是想记录她 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 在抗击 在一线抗击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就是在记录的那一天 然后就被检测出感染了这个病毒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的记录是已经停止了 然后回到家里之后呢 她自己就关到房间里面去了 星期一比较低落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这个它的一个治疗过程记录下来 第一个也是 让大家对这个病毒有一个了解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视频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希望吧 就是视频播出之后呢 然后就是我们收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些 关心和鼓励 我老婆就看到了这些关心和鼓励之后呢 精神状态 心情这方面也都好了一些了 再加上我们结婚有六年了 就是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刻 我更不能离开她了 然后我觉得我在她身边吧 应该就是对她最大的一个鼓励和关心吧 你会不会有那么某一刻 会后悔说 为什么我没拦着她去医线 其实最开始在她感染之前 当时是有这么一丝的一些想法的 就那个时候每天的患者不断地在增加 她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啊 也都在增加 回到家里来每天都会跟我说很累 也有同事有感染的情况 她心里也是有些担心的 我当时也就跟她说 我说不行的话咱们找个理由 请个赞要在家里休息一下 她当时就说现在开始这么忙 肯定不可能的 然后她说我还是穿着这身衣服的 我不会很对不起这身衣服的 加油啊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连线都可以实现心愿嘛 对不对 你有什么愿望想在节目现场 是 石头妈妈 雷星还是有一颗少女的心吧 现在因为也在医院 待了很长时间了 心理上还是有一些焦虑吧 所以我希望现场的嘉宾 也能给她一些祝福和鼓励吧 让她能够更开心一点 滕哥刚才已经给过了 滕哥刚才悄悄地跟我说 她媳妇挺好看的 谢谢石头妈妈妈 李琴你一定要早一点好 刚才滕哥夸你长得好看来着 希望你好了以后去买更多更多漂亮的衣服 我说 惊艳一下滕哥 挺挺啊 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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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视频里 看你跟你老公互相这个撒狗粮给我们 说这个如果还有一次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啊 那个我真的我觉得比穿婚纱的时候还要还要美 唯一的这个有点小遗憾就是我觉得 老公的形象有点跟你有点不匹配 这是干啥呢 干啥呢 干啥呢 四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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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得不远 我是一个月没剪头发的 别来那个啊 单纯五官来讲也是四六开 此时此刻呢 其实大家送的都是祝福 但是我想替腾哥解释一下啊 蛮帅的 真的 浓眉 大眼 是 还是个帅哥 在我心里 你跟你媳妇 六四开啊 六四开 他六是吧 他六 他六 别难过啊 你真的很棒 你是最帅的老公 谢谢 保重自己好不好海棠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拜拜 别往心里去啊 说你那个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还有我 还有我 谢谢海棠 谢谢海棠 好 再见 拜拜 一个又一个的视频 一次又一次的连线 让我们认识了在这次疫情当中 一个又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疫情总会有过去的那天 我们的生活重心一定会从 抗击疫情变成我们最日常的 你去上班 我去买菜 在那一刻 希望你再见到那个医生 再见到那个外卖小哥 再见到那个交警 请你想到 在疫情的某一个时刻 他可能是你生命的守护者 今天所有现场的这些来宾们 也准备了一首歌和栏目组一起 用我们的歌声 用我们改编过的词 把这样的一份爱 这样的一份鼓励 送给所有此刻 为疫情依然在奋斗的人们 好 好 好 你的笑多疗愈 让人生也苏醒 我们同舟共计 披荆斩棘 苦难珠摩里 期待一场奇迹 一线神迹 能不能 又再一次相遇 想见你 只想见你 为了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世间千里 人海里相依 义 习惯了散散游离 怀念珍惜 渺渺 渺渺烟乎起 我知道你也和我一样 在等待那聚集相遇 我只想见你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世间千里 人海里相依 都记得全部力气 共在一起 最难的时期 我只想见你 和我一样 期待着春天幻想像 难为你们了 在这种非常的时期 还要看我们的社会现场 这就是我们永远快乐的 永远向大家传递正能量的王牌家族 希望在每个周五 我们永远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状态 和每一位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 陪伴大家 早日战胜疫情 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 我们也请我们的王牌女郎菲菲 我们Vivo X30系列5G手机 给我们拍一张合影 来来来 早点回来 我们下周继续独立 我们下周继续独立 说出演艺圈三队恋人的名称 花花跟那个 对对对对 是 不怪我吧 我没办法 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我遇到这么一个对手 你告诉我说什么 没想到我这么不要脸 无脸难 哈哈哈哈 来吧 撕吧 撕吧 用醋泡脚能够治疗脚气是真的吗 老咬舌头是因为你想吃肉了 这是真的吗 不管是与不是 我每次咬到舌头以后都会去吃顿肉 我们将回到90年代寻找那个时候 最爱的自己 我是刘德华 我是刘德华的书人 哈哈哈哈 地中海 八字湖 上虎神兽 广亏熟 海燕呢 你长点心 我现在想要是你 是你 很喜欢 3D 4D 5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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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4M3D 5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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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3D